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烤薯饺了,没有之一 油刃鲜香的烤薯饺,即可搭配油风鸭等高档法菜 也能撒上小料,独立撑起一顿减餐 不学会你真的错过好几亿 先煮一锅清水,水开后放一小勺粉盐,半小勺苏打粉 这个配方的第一个秘诀就是小苏打的运用 把切成滚刀块的去皮土豆倒进锅 盖盖中火滚煮 等煮土豆的档口准备佐料 这是蒜香菊薯饺,蒜末的用量比较大 两个大土豆至少要对应半头蒜 打算器还是解决问题的 再切一根小葱,两颗香菜 重口味的来两个小米辣 这一份是最后成菜上的撒料,你们随意 两人份量小,用空气炸锅省时省力 先给锅预热一下,我喜欢在底栏里加半杯水 炸出来更滋润,锅也更干净 加过小苏打的土豆非常容易熟 只要看起来表面有融融的感觉,不是硬心就好 捞出来表面有点水分,静止几分钟就会好了 几个油锅,把蒜末放进去小火炸 稍微搅动着不要让它糊了 两三分钟即闻到扑鼻的蒜香 看颜色慢慢转成金黄的蒜酥 这时土豆凉了一些,表面的水分也都吸收了 把炸好的蒜油用滤网倒进去 过滤后的蒜酥放在旁边备用 再按自家口味,加一小勺盐 拌小勺糖,适量的花椒粉和白胡椒粉 加个调料和蒜油的土豆块表面看着糊糊喳喳的 就是要这个进解 烘起炸锅预热完成,把土豆块倒进去均匀铺开 用中火360华氏度即180摄氏度,开8分钟烘烤 8分钟后,土豆已经熟了,现在直接吃也可以 但我会翻动一下,让它更多面受热 再用高温390华氏度即200摄氏度,炸两三分钟 给薯角增加点焦香口感 如果娃多或顷刻量大,我会用大烤箱 平铺在烤盘放好调料后,进烤箱400华氏度即205摄氏度 适应的烤箱效率,烤10至20分钟即可 空气炸锅里的薯角出锅了 放上切好的小葱香菜和小米辣 再加上滤去蒜油的蒜酥 最后再放点自己做的魁北克熏肉粒 色彩口味更多层次 这就是一盘豪华版的蒜香烤薯角 可以直接当一餐饭吃 拌一拌香气四溢 如果不克制着,我一人就想吃完这一整盘 如果想当配菜,不放这些撒料也行 口味更清爽 大法式油风鸭腿,简直就是绝配 这个油风鸭也是一道超级好菜 下期就分享它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频道 我是豆豆,咱们下期再见